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26号通报 公安部已就美国起诉中国执法人员 向美国执法部门提出了严正交涉和抗议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炮制所谓跨国镇压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坚决反制 近日美方恶意炮制所谓跨国镇压 编造 拼凑证据 起诉公安民警等中国政府官员 大搞政治操弄 渲染中国威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以通过外交 执法等渠道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美方所作所为违背基本事实 违背专业操守 违背法治精神 本质上是将法律武器化 政治化 我们要求美方立即停止错误做法 如果美方一意孤行 中方必将坚决反制